欢迎来到深夜研究所 今天跟大家一起研究建筑冥想 光的色彩景观 Louis Berrigan 好,那这是第28集 我们来看墨西哥的建筑大师 Louis Berrigan 如何用光的色彩景观呢 建造冥想的建筑 那一开始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他的介绍 Louis Berrigan是1902年出生在墨西哥的第二大臣 阿达拉哈拉 那他家庆富有 幼年在父亲的这个牧场中度过 那1920年呢 他学习这个水利工程 四年之后呢 获得这个工程师的这个学位 之后呢 毕业后他到欧洲去旅行 那1925年 他到法国还有西班牙去参观学习 那他那时候有这个巴黎国际的装饰艺术 他被这个法国的这个艺术家呢 佛迪南德巴克的作品所打动 那1931年呢 他是第二次出国 那他还听了这个科比义的课程 那时他对这个摩洛格的印象很深刻 那他看到了这个建筑跟当地的这个气候跟风景 非常的协调 还有当地的这个服装 舞蹈 家庭相关的这些文化 那1936年呢 他的工作室呢 成立 那他就从事建筑跟这个景观的工作 936到1940年呢 他设计了20多栋的这个住宅跟公寓 那大部分都在墓西哥城 当时这个一二次事业大战 有这个巴浩斯学院 还有这个可不思议跟这个密斯弗德罗 这些现代主义建筑 所以那时候很流行这种现代主义的建筑 那他那时候呢 也受到这个商业上面的这种经济的影响 他称为商业时期 做了大量的商业类的这种住宅 1945年呢 他以开发商跟规划师的双重身份 进行了火山熔岩居住区的这个规划 景观跟住宅的部分的设计 那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1947年呢 他建造了自己的住宅跟工作室 那这个住宅跟工作室呢 就是Casa Louis Berrigan 他在2004年呢 成为这个世界的文化遗产 1980年 他是第二届的这个普利斯克奖得主 那1988年呢 他在墨西哥城去世 遗体埋葬在家乡 瓜达拉哈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1980年 普利斯克评委对他的这个评语 民生们跟这个Louis Berrigan 至今 他因为他致力于将这个建筑呢 视为这个 失意想象的崇高行为 那他建造了令人难忘的 这种美丽的花园 广场 喷泉 然后这个是用于 冥想和陪伴的行而上学的景观 他的作品呢 渗透者对孤独作为人类命运的 坚冷 接受 那他的孤独是宇宙性的 那他创造了人们可以与自己和解的花园 还有一座可以宽恕他的这个激情和欲望 并宣扬他的信仰的教堂 那花园是神话的开始 教堂是神话的结束 一个是生 一个是死 那人类呢 在这个两个极端之间呢 赋予的这种生活的形式 生与死也是一个哲学的最重要的议题 那建筑冥想有四个方式能够通过这个建筑 来创造这种冥想的空间 分别是转化 封闭自然跟对境 那这个转化的意思是指空间转换变化 透过这个空间的不停的这种转换跟变化 让你创造这种行为的仪式感 然后缓慢的这种行为跟动作 那封闭指的是半封闭的空间 这样的空间能够避免外界的干扰 那让注意力能够回到置身 那自然当然就指的是这种光啊 天空啊 风啊 水啊 还有这种绿子 那提供一个人与自然对话的这种机会呢 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 所以你只要提供一个人跟自然的这种环境的时候 其实就是创造了一个冥想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第四个呢 就是对境 对境是用佛教的一种用语 有别自身之外的这个环境 那这个环境呢 Barack它使用这种物件 还有瀑布 还有有原色的这种墙体 让人把注意力呢 专注在这些空间的元素上面 进行沉湿 那冥想呢 就透过这四种方式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转化的这个部分 好 那转化的部分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 它很有名的 它的这个住宅跟工作室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照片上面左边的这个部分是它的这个住宅的区块 然后右边的这个部分呢 是它的这个工作室 那左边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有两个路口 所以生活呢跟工作呢 它就分成两个区块 然后这边有两个门 分别是它的这个轮的路口 还有左边的这个车库的部分 好 那我们从左边的这个地方进来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路口 那它路口呢 涂了一个颜色呢 跟后面的这个空间 不同的颜色 形成了空间上的转化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空间呢 它有一个路口空间 到路口进来的时候 然后它有一个过渡的这样子的一种公共空间 那这样子的一个空共空间呢 让它也形成了人的这种身体转换 先进到一个空间 然后再从这个空间到楼上的空间 透过这个空间呢 你可以转换心情到这个用餐区 然后也或者是到客厅这样子的空间去 这个像是玄关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它可以连接这个餐厅的部分 还有这个厨房的部分 还有它的客厅的部分 甚至于是上面二楼的区块 那往右边呢 会进到这个挑高的这个客厅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块 那再换个角度往后退的时候 你从后面这边往 往这个大的这个窗户看的时候 它有几个墙呢 违避出一个小的这种 像读书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然后后面呢 一个放置很多书本 像图书馆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机能 然后从楼梯上来呢 有另外一个空间可以过渡 好 这个就是上来的 上面从这个楼梯上来的地方的一个空间 好 那这是它的这个餐厅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从这个门进来的餐厅部分 然后后面这边有个大的花园 你可以看到它有个大窗对着这个花园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区块是它的工作室 办公室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这个 它有一个员工使用的区域 还有一个办公区域 然后进到这个后面这个空间 它有个挑高的作为这个会议的空间 或者是大家讨论的一个地方区块 那再来是二楼从这个中间的这一个 它的玄关的这个地方呢 走上来的时候呢 它会到一个它的这个下面这个区块 是有点像是更衣间的这样的机能 是一个连接到三楼的一个过渡的一个空间 那再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好几个房间 这里有一个主卧房 然后左边有另外一个用于胶毯的一个摆设 这种空间的房间 然后左下有一个客房 然后右边有另外一个 然后右边这个就是刚刚照片看到的 跟一楼这边连接在一起的一个空间 多功能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藉由这个中间的这个过渡空间 再连接到不同的空间去 然后呢空间跟空间之间 它又隔了好几个这种层次 像这样子的层次呢 作为这个空间的转换 所以利用这种不同的这个动线跟空间的这种转换呢 它就可以创造出这种行为的这种仪式感 所以从入口开始 你就要到一个中间的这一个像玄关这样子的一个大空间 然后再连接到不同的空间去 所以一个空间是独立的 但是又有点连接在一起 这样子就形成了一种缓慢的这种行为跟动作 可以创造行为的仪式感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是它的这一个 另外一个它可以跟人交谈的这样子的一个封闭的空间 也可以作为祷告 或者是作为这个冥想的一个空间 然后下边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客房 好那来到三楼的部分 三楼的部分是主要 这边都有一些service 就是它的这个保姆房 打手的这个 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一个洗衣房 然后其他的是储藏室跟空间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露台 好那冥想的空间 透过这样的不同的空间的转换之后 你就可以让你的行为慢下来了 再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封闭 就是因为你冥想的时候呢 在空间里面做冥想 那你必须要有这种半封闭的空间 把你包裹起来 不是那么的开放 让你可以避免这种外界的干扰 让你的注意呢 回到自身来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建筑一样 它有好 不同的空间呢 它都有一些墙体 然后稍微挡一下 你这个人在使用的这个活动的空间 那这样子的包背感就比较强 但是不是完全封闭 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状态 那有些地方 有些这些隔屏 稍微包背了一下 它的这个客厅 也让它就形成一个半封闭的一个状态 然后透过这个墙体的高低 然后也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一个空间 那你可以在这边不被打扰 好 那第三个呢 讲这个自然 就是光天风水跟氯 氯质 那建筑师透过提供一个人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机会 那你可以跟这个自然呢 做交流 本身就是一种冥想的一种行为 那建筑师让人跟这个光线呢 做交流 那你也可以跟天空 感受到天空 然后感受到这个水 那感受到这个风 感受到天空跟风 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水流 环境中的水 那更多的呢 可以看到这个环境中的这个氯质 人可以跟树木花草做这种对话 自然就是让你可以很好冥想的一个对象 就像中国人讲的这种天人合一 那再来我们讲这个对境 就是在人之外的这种环境呢 分别有这种物件啊 瀑布还有有色的墙体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 像在我们空间之中呢 你利用这种物品的这种摆放 或者是你设计这个 这种有宗教性的这个符号 那你空间里面 甚至是你摆一些 像这个庭园摆一些陶罐 然后你可以把注意力呢 放在这个物件上面 这样子很好的形成 是你冥想的一个对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影片中的这个物件 还有这个流动的瀑布跟水面 然后还有这个 有颜色的这个墙体 甚至是这种颜色塑造出的一种对焦呢 建筑师让你把注意力 就放到这些物品上面 你可以进行思考跟冥想 那他这样的空间 除了适合冥想 也适合祷告 那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圣方记和平导词 天主教的这个圣方记和平导词 主啊 求你使我做你 缔造和平的工具 再有仇恨的地方 让我拨下人爱 再有冒犯的地方 让我拨下宽恕 再有分裂的地方 让我拨下团结 再有一句的地方 让我拨下喜赖 再有错谬的地方 让我拨下真理 再有伤痛的地方 让我拨下欢乐 再有绝望的地方 让我拨下希望 再有黑暗的地方 让我拨下光明 神圣的导师 求你是我 只求安慰他人 而不寻求他人的安慰 只求谅解他人 而不寻求他人的谅解 只求服侍他人 而不寻求他人的服侍 因为在施舍中 我们有所获得 在宽恕时 我们获得宽恕 在死亡时 我们进入永生 阿们 那我们今天 透过Ruiz Berrigan的作品呢 来在他的空间之中呢 做一种冥想 那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再继续延伸出 建筑中的这种冥想空间 那我们下礼拜聊 另外一个空间类型 那下次呢 我们要来聊这个酒店空间 是通力去 机遇堂的这一个作品 创造热情款待的空间氛围 那我们下礼拜来看一下 如何来创造这种热情款待的空间氛围 我们下礼拜见 D D D